不啰嗦直接开始 紧接上一集 南方人从西洋医学所被逼走 不仅如此 花魁野风还从姐妹那里收到消息 可能有人对他不利 但自己虽然身为花魁 却无法走出集园街半步 就犹如一只浓重之鸟 只能修书一封送给菊啸 让他去保护南方人 野风其实非常羡慕菊啸 拥有一个自由之身 可以随时陪伴在所爱的人身边 也正因为菊啸的舍命保护 南方人躲过一劫 而这次刺杀 让他体会到了切身的恐惧 一直以为来这里是一场梦 就算死了也无所谓 但有了这次的经历 南方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活人 版本龙马怒发冲冠 找到汉方医学所 质问是不是他们派的刺客 但是得到否定答复 南方的医术流传出来的话 对于他们汉医来说确实可怕 但绝不会为了自保去加害他人 而西洋医学所内 制造青霉素的设备全被毁坏 看着满地狼藉 徐芳大夫知道 这是西洋医学所内部搞的鬼 自古以来 每条路都充满了派别之间 门户之争 而此时的续芳大夫 开始出现科学症状 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 青霉素这种传奇药物 必须要保住 这是可以拯救万民的药 便开始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 寻求帮助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 突然有一天 小喜事惊慌地告诉南方人 他打工的地方 卖油炸小吃的倩姐姐被烫伤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会留下大片疤痕 相当于毁容 而小仙还未嫁人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难为医生 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期盼容貌能够复原 找到续芳大夫 说要动一个移植皮肤的手术 患者的损伤部位 深入正皮层 皮肤不能再生 只能用身体其他部位填补 但是为了防止感染 连续两周 要使用大量的青霉素 这时的南方人还不知道 西洋医学所里有内部纷争 续芳大夫也没告诉他 只是回答 想要多少尽管开口 不过他希望 能带一个朋友 观看这个神奇手术 医学所的设备已经恢复 青霉素也在不停研制 取来药物之后 手术正式开始 续芳大夫也赶到 还带来了那个朋友 就在两人的观摩下 南方人再次展现了 那神奇医术 清创 移植 缝合 看得续芳大夫感慨不已 突然楼下响起高声喊叫 一位医学所大夫告知续芳 青霉素制造所是火 所有的设备都被烧毁 续芳大夫急忙起身往回赶 而听闻此消息的南方人 也是大惊失色 连缝线前都有脸抓不稳 局校轻轻的给他擦了擦汗 温柔的安慰 是啊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完成眼前的手术 必须高度专注 不能分心 深吸一口气 南方人继续开始最后的缝合 连带整间房都被烧得金光 火势起得这么快 明显是有人故意纵火 续芳大夫心乱如麻 一言不发 嗤嗤的看着一地残骸 回想起当初青霉素的问世 多少人可以因为这种药得救 如今却毁在了派别斗争中 他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跪地请求那位朋友 一定要帮这个忙 将青霉素保住 手术结束的南方人得到保证 医学所会全力以赴的赶工 但他知道 所有工序重新来一次 最快也要两周时间 几天之后 因为没有青霉素 小千的伤口开始恶化 已经有感染的迹象 就在束手无刺的档口 一封小胖大夫的信送了过来 还附带一瓶青霉素 信中说到 虽然量不多 但每天都会送来 请放心 南方人也不清楚 才过七天而已 他们怎么会做出青霉素 不过因为有了持续公药 小千的伤势最终痊愈 只要过一阵 疤痕就会慢慢淡化 而之所以青霉素能快速制出 谜底已经揭开 在一间酱油仓库里 工匠正热火朝天的制作 他们都是熟手 对于培育和过滤很在行 而当初旁观手术的人 正是一间大型酱油作坊的老板 冰口先生 这位乐善好事的商人 和旭方大夫相交已久 曾经还出资援助过医学所 对南方人说 几个月来旭方不停求自己帮忙 绘制设备图案 说明了制造工序 折服于他的这份执着 所以我决定帮他 你应该快去看看 他得了严重的飞机盒 原来是这样 是旭方大夫用命换来的青霉素 这位老人才是真正的医者人心 一路狂奔 脑海里尽视旭方大夫的身影 请求自己治疗祸乱 为了开辟医学道路呐喊 先生 先生は 医の道はどこへ通じると思いですか 私には 私は 医の道は 平らな世に通じると思ってます 武士や百姓やと 人に勝手に 身分の上下付け取る世の中では 有事实在有限的 腹割れば 同じ者が言ってもそう 天の下に 人皆等しきない 医学の目指すべき知恵は そこやと思って 日々精進して参りました 全然 未来まで来たお人でしょう 何遍考えても その そうとしか 思えるのです 默土の土産にします 所以 教下 如果我认识 先生 你作弊 先生 我… 我能否赴這個誤恩 更好的未來 未來… 皆… 楽しい笑いを 平らなよう お使い下さい 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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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方先生 未來では この老害 という病は 治せる病 になっておるんです この世代 续芳大夫深深震动的南方人 他决定要建一间医馆 一个谁都去得起的医馆 病人可以接受西医中医结合起来的治疗 继承续芳大夫的医治 将那颗医者人心传承下去 时间的脚步正在缓缓向前 版本龙马从藩主那里凭借惊人的口才 将青霉素当作秘密武器 筹挫到5000两的资金来组建海军血糖 回到家 南方惊讶的发现 原本亲戚的未婚妻照片 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隐隐约约就好似要消失一般 与此同时 花魁野锋收到一则消息 一位退休的大官想要为他赎生 纳他为妻 这原本是一个游女最好的归宿 但野锋心情很复杂 那位不顾身份地位 屡次救助他们这些游女的医生 许多简易的现代医学设备 通过南方人的指点已经被制作出来 一天太郎正在好奇 手中的急救气泵有什么用 南方人回答 呼吸困难的人可以用他输送氧气 帮助其恢复自主呼吸 就比如发生火灾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这种玩具有什么用 在火灾现场 很多嘴上说要救人的大夫 都是抱着钱香 踩着佛像惊恐逃离 能够去江湖于大火之中的 只有灭火的勇气和决心 南方人听不顺耳 起身反驳道 就江湖于瘟疫之中的 可是大夫的勇气和决心 有有趣 那老者也站起身来 那咱们约定 发生火灾了 我通知人去叫你 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那所谓的勇气和决心 说完扔出一两银子结账 前呼后涌扬长而去 那人怎么回事 南方人郁闷的嘀咕一声 小喜事双手插腰说道 先生他你都不认识 新门成武郎 江湖消防队总队长 在这个时代 火灾是仅次于瘟疫的灾害 多次大火挪走无数人生命 因为日本处于地震多发带 大多数人都是木质房屋 不仅安全性较高 而且重建容易 但正因如此 木质房屋也是增加了火灾隐患 陈老大手下随从三千 凭借极强的灭火筒率 影响力之大 连江湖总督都要礼让三分 刚一回到家 就接到花魁野凤的来信 说今夜在吉原街有事相伤 龙马一看可以白嫖 不管妖妖紧自己 撒鸭子就跑 夜幕降临 两人准时赴约 盛情款待 请十名新造作陪 佳肴美酒 购物甚中 龙马玩得忘乎所以 夜凤则坐在南方人身侧 争酒陪伴 不过有外人在 今夜怕是难以成事 悄悄地将蒙汉药放入酒中 神经大条的龙马便不省人事 随后请南方人入了内室 夜凤退去华丽和服 执着一件单衣 而原本不明亮的烛光 现在更显暧昧 今夜的夜凤 不再是吉原街的游女花魁 她只是一个卑微女人 一个无法和命运抗争的女人 如今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在被赎身之前 和心爱的人共度一夜 动了心的夜风 眼波流转 媚态完全如花娇艳 而这张和未婚妻一样的脸 更让南方人无法自持 但就在两人即将融合之时 另一个身影却出现在脑海中 温柔如举 安静甜淡 突然 警钟声响彻夜空 南方人被拉回思绪 开门一开 江湖城远处浓烟滚滚 见有夜火滔天之势 回想起尽早和陈老大的约定 想不到这么快就真要实现 连忙告罪一声就要离开 听到此话 夜风犹如被万箭穿心 怒而起身 乘声责问南方人 难道他是嫌弃自己身体肮脏 所以才找借口离开 南方急忙解释 并非如此 而是要遵守一个约定 去火灾现场救人 目送他离开的夜风 内心哀叹一声 天意啊 终究自己还是无法圆梦 火势随风涨 已成燎原之势 哀嚎神 哭喊神 此起彼伏 陈老大正在屋顶指挥救火 待看到南方人后 大喝一声 好一个佣衣 倒是说话算话 快去救人 时间刻不容缓 南方人和一众大夫来到急救所 迅速分配了工作 将需要紧急救治的病人挂红布 短时间内可以等待的挂黄布 伤势较轻的 并无大碍的挂绿布 而要事无灵 已经死亡的人挂黑布 然后迅速按照颜色分类 开始了救治工作 今夜的江湖城 注定要和大火 以及死神来一场绝命赛炮 这个时代的火灾 没有足够的消防设备 在陈老大的指挥下 观察风向 需要争分夺秒的拆除 位于下风处的木屋 以阻断火势蔓延 而因为没有防护设备 消防员受伤率居高不下 很快 一名消防员被抬了进来 鼻枪和口腔内布满黑灰 呼吸困难 陈老大知晓 手足受伤立马赶来 这种情况他见得太多 看到伤员的样子 也只能叹息一声 准备叫手下将伤员搬到庙里去 南方人大喊 不准碰我的病人 跟陈老大说明病情 如果割开喉咙 接一个管子 可以帮助他呼吸 陈老大沉声回答 死在火场上 是我们消防员的夙愿 但如果死于割喉 他死都不会瞑目 南方人没有退让 坚决要让伤者接受手术 好 那就信你一次 陈老大撂下狠话 他是我的手足 如果你救不火 我就谢你一只手 随即带领手下 继续赶赴火场 立马将伤者消毒 而且根本没有时间麻醉 只能叫众人将伤者安稳 用刀慢慢划开他的气管 火势疯涨 已经开始逼近急救所 陈老大吩咐手下 死都不能让火烧到那里 这是江湖消防员最后的尊严 其他伤者已经转移 而面对太郎的疏散通知 南方人脸色没有丝毫改变 一众医生依旧坚守治疗所 插管 送气 排除烟灰杂志 将痰引出体外 而在拔出管子的同时 那名消防员也恢复了自主呼吸 经过一夜的不救 大火已经熄灭 走出屋外的南方人大吃一惊 周围房屋全都化为黑灰 只有这间治疗所屹立不倒 而一众消防员都已经筋疲力尽 看着已经稳定的手足 陈老大效忠带泪赞道 听说你没有因为大火逃跑 好小子 是个名副其实的医生 看着窗外的阳光 也奉明白 南方医生必定在昨晚 又拯救了许多生命 而他就要被赎走 赎生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变成另一只农中鸟罢了 可是连最后的一个小心翼 也因为天意而无法完成 龙马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一把将它抱住 安慰到 想哭的话那便哭吧 不过是变成另一只农中鸟罢了 不过是变成另一只农中鸟罢了 只不过是变成另一只农中鸟罢了 不过是变成与主球材人股情报道 一只农中鸟罢了 这种角度不过是变成与主球材人死去 每个人都会等我 这些农中鸟罢了 我的心的农中鸟罢了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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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